戴 мен when you watch. 有在錄嗎? 有 雍說 好,建議你畫十字線 不然你都會越畫越晚 那包包也是10x10,畫在隔壁 好,你可以畫個十字線 因為你先把它不要太歪掉,先把它固定一下 畫這個會不會歪掉 好,那我來畫,我今天畫側臉好了,因為正臉應該都沒問題 那我就畫剛才我講的這個側臉,就45度角的側臉 然後側臉的話,也是這樣,先畫外紋廓 手不一定要畫,先把頭先畫好,手到時候有空在畫 好,我先畫外紋廓 側臉,先這樣畫 側臉我先畫一個,它這個範圍給它對不對 然後因為是側臉對不對 所以我的中心線會在這裡 側臉我會設在這裡 我看到我側的中心線 它是側臉 所以我這邊會畫一條中心線給它 這樣有聽到老師的意思 除非是正臉才畫中間,側臉就畫旁邊 然後你再定它的眼睛 眼睛在這個位置 因為人是圓的對不對 所以我都畫弧線 有看到我都畫弧線 有看到我都畫弧線 然後也是這樣,老師一樣 先從眼睛開始畫起 好,只要是畫頭像都先畫眼睛 那我先抓它的範圍 先畫這隻眼睛 好,這是鼻子 這一條線就是鼻子的位置 先抓一下 因為是無眼 無眼 差不多 然後把眼睛 老師上次教你的眼睛用進去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就叫你念眼睛 因為眼睛很重要 畫什麼都是眼睛 我先抓了第一隻眼睛 有看到 先抓個大概 還不要太肯定 先抓個大概 然後再畫第二隻眼睛 就是側臉的眼睛 我剛剛說側眼睛 是不是就是眼睛到 他的眼珠子的地方 好,你就稍微量一下 稍微再抓一下 在這個位置 我剛剛說眼睛就出來了 這樣有看到 好,先抓眼睛 然後再抓鼻子跟嘴巴 臉先不要畫,先畫五彎 把它抓出來 因為側眼就是要這樣先抓 因為側眼就是要這樣先抓 然後我剛剛說畫鼻孔 畫這邊的鼻孔 這樣 然後記得下來就是鼻孔 對不對 是不是一樣 這個眼頭下來就是鼻子 對不對 所以一樣 他的公式沒變 他只是位置變 好,嘴巴 好,眼睛現在還是嘴巴 就這個眼球現在是嘴巴 好,小嘴嘴 嘴巴 嘴巴 側眼嘴巴最難畫 嘴巴最難畫 嘴巴 嘴巴最難畫 那下巴大概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記得是三挺 三挺無嚴 對不對 所以我鼻子知道位置之後 我稍微再量一下 這是第一挺 鼻子 這是第一挺 然後我就量第二挺 就是他的下巴 這樣懂了 然後第三挺 往上 就是他的額頭 因為他是側眼 所以第四挺會斜的 這樣懂老師意思 因為我們是側眼 所以他第四挺不是上來 他第四挺會斜的 因為頭是側的 這樣懂了 好 那我下巴就在這裡 那我就知道我臉型 臉型的位置就出來了 你要確定臉型 就是先下巴先找到他 好 然後稍微修一下 好,頭髮下來 然後接這個三挺無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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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看他臉型已經出來了 先抓 你看 對不對 因為頭髮可以幫他修飾 所以先別接換 先把臉型 的位置抓出來 好 最後臉型 你確定一下 差不多了 然後再把頭髮畫了 然後先畫分界點 在這裡 我不是說分界點 就是這邊的眼睛往上 就是他的分水嶺 對不對 就這樣往上 這樣過來 畫出格子沒關係 因為有時候會畫出格子 因為頭髮的關係 脖子 脖子要注意 有時候會畫歪 所以你就稍微畫的時候看一下 畫出格子沒關係 好,那老師臉型 我先示範包包 你看這樣臉型是不是出來了 好 然後到時候 因為頭髮是不是一根一根的 你如果畫這個的話 記得幫我把頭髮 一根一根的練習畫一下 好 到時候為什麼要先畫 因為我們一根一根的畫出來 到時候要上色的話很快 因為我們先知道他的那個 髮量的位置 這樣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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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